3 2 今天的名人书房应该是有史以来 我觉得提纲最难拟的一次 而且很糟糕的是 在整个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 我完全被今天的书房主人给圈粉了 所以不晓得今天要怎么样的问下去 欢迎唐凤 嗨 大家好 掌声鼓励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唐凤的大名 并不是在你当政务委员之后 是在之前我在新媒体部门服务 我们社群的很年轻的朋友 就提到了你的名字 他们的说法是说唐凤是神 然后后来当了政务委员 当然你的知名度打开 很多人就说唐凤是天才 好了 神也好 天才也好 这些都是杨知名高的赞誉 当然讲的都是你的聪明才智 可是唐凤你是怎么去看你自己的聪明才智 你会怎么定义呢 那就是外界一些标签 不一定要去迎合他们 对我来讲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互相倾听 那我能够互相倾听 就是别人的状况的话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 今天好像有变聪明一点 但我今天如果只顾着讲 而没有跟其他人学习的话 就会觉得说 好像跟我昨天没有什么两样 哇 好好哦 我觉得要学起来 原来是仔细的聆听别人的讲话 可能会从别人身上吸收 但无论如何你的学习速度 总是比别人快的 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事件或者是状态 让你的父母或你自己发现 你的学习能力其实确实有过人之处呢 我应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当时因为上数学课 那老师在黑白上面教加法嘛 那我就有一点举手要问老师说 可是老师你说一加一等于二 那但是我们知道在二进制 二进位里面 一加一是一零啊 并不是二啊 所以这是不是实进制还是什么 那因为其实小学还在学书感跟量感 可能还没有学到 就是不同的进位系统 所以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就说那上数学课的时候 你就去图书馆看书就好了吧 是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 那可能就是我对于 尤其像数学上面的兴趣 可能确实跟同班同学不太一样 但是那个时候你一个人在图书馆 等于是缺少了同侪跟你一起学习 那会让你感到孤独吗 当然啊 因为图书馆当时 因为是上课时间 不会有别人在嘛 对那但是当然有很多书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等到我十二岁接触到网级网路 那就不是只是看书的书啦 也是书写的书 等于我在看什么的时候 同事也有人继续在书写 那我跟这些有人在书写的朋友们 一旦搭上线之后 他就不会管说我才十二岁 我才十四岁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创作 那那个时候之后就没有什么孤独感 果然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其实在十二岁之前 你已经写出程式了 大概是在我看资料 是你八岁左右的时候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你怎么会去想要写程式呢 对是在家里面 有程序设计相关的书 那我看的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脑 所以我就自己拿原子笔画一个键盘 然后再用铅笔去画出电脑的反应 所以每天醒来就会按COS Enter 然后拿个橡皮擦 把那个铅笔都擦掉 就是因为COS是清楚的 所以你等于是用纸笔的方式 对 来学习程式设计是这样 因为就像一个建筑设计师 他也不一定要去建筑嘛 他也可以在纸上就画出 他的建筑的想法跟草图一样 程式设计其实最主要还是 那个运算思考 就是你怎么想一个问题 把它拆解成一些段落等等 那这个跟我们要写一篇 很长篇的文章是很像的 所以不一定要用电脑 但是当然我这样子用 就是纸笔写程式 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 我爸妈就受不了 最后还是帮我买了一台电脑 所以我觉得父母在你的 整个自学资务上 其实真的是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那说到了自学这件事情 当然很多人会说 唐鳳是自学的天才什么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108克纲 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那事实上你经过那段路 你也亲自参与了108克纲的修订 在你看起来 因为毕竟你在那个时代 会经过那样的孤独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那个时代 跟现在是不一样 那时候好像比较 不允许一些非正统的想象 但现在完全不同 你用你自身的例子 在那个制定各方的过程当中 你有给他们一些 什么样的建议吗 对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在 就是所谓的实验教育 不管是机构的自学 团体的自学 或个人的自学 我们强调的都是小孩 先找到一个 他想要解决的问题 所谓problem-based learning 就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用这个来引导他想学什么 而不是说好像老师 有一堆标准答案 然后老师说要学什么 就学什么 那所以这种自发的感觉 其实就算是在体制里面 现在也变成教育的主流 因为大家发现说 硬去背一些东西啊 考满分啊什么 其实随便一台手机 都比你背的多 背的好 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有意义的是 每个人自己不同的观点 所以这部分 就是自发互动共好里面 特别是自发的这个部分 是我们新课刚刚把 这些实验教育的一些想法 纳入我们的主流教育里面 所以我们才会在就是课堂里面 有自主学习的时间啊 有校定的选修的课程啊 这些加深加广等等 让学生用他们自己的兴趣 来引导说 那我要往哪个方向学习 不是老师说了算 是学生说了算 可是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 我会衍生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所谓的自发 你觉得他跟一个人天生的 聪明才智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想最主要就是 后天就能去打压他 那你如果越去打压他的话 当然这个自发的 我们叫能动性嘛 就越来越少 因为他就会觉得说 我想出什么都会被大人否定 说什么有耳朵没有嘴巴 什么之类的 对 有虚无嘴 对啦 有虚无嘴 那这个多讲几次 他那个自发的动力 就会消磨掉 所以我想每一个小孩 在就是刚出生 可能几个月大 一两岁的时候 都是充满了好奇心 那只要外在的环境 不要把它打压掉的话 大家都说这个自发能力 那我可以这么说吗 唐凤之所以 也可以把你的潜能发挥的这么大 是因为你那个时候并没有受到 父母的打压 对 因为我爸妈不会觉得说 好像他们答不出我问的问题 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他们总是说 那我们一起去找找答案吧 或者一起去附近的图书馆看看吧 也就是说 他们不会觉得 好像因为是大人 所以有个面子问题 那他们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是比我早一点一起学习的人 但是还是学习的同伴 并不是说 好像是这个养殖米糕什么的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放下这个权威的身段 确实很有帮助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你还记得 你当时是问了什么 把他们问到吗 有很多啊 好比像说 当时我是看那个 汉胜小百科嘛 当初嘛 对 那就问了一些 关于什么太阳黑子的问题 太阳上面 为什么会形成黑子啊 那日眠啊 什么之类的 那又或者像说 在当时我们在家里面 常常在讨论 关于民主制度的事情 那关于进步嘛 那我也会觉得很好奇说 有一部分人觉得是进步 但是他如果牺牲掉 到其他的文化创 说不定从那些人的角度来看 是退步啊 进步到底怎么定义呢 等等 那这些当然都没有标准答案 直到今天大概也没有标准答案 本来就是整个社会要一起对 所以当时你的父母亲 就提供给你这种 我应该这么讲吗 双向思考的养分跟机会 对 可能不只是双向 而是多向嘛 因为双向是 从一件事情的正反面 然后去求取它的共同价值 但它会让我去看到说 不管是图书馆里面的书 或者是我们在现实社会中认识到的各种不同的人 可以说有几个人 说不定就有几种不同的看法 那把这些看法全部都综合起来之后 再下判断 可能比你一开始下了判断 因此就去忽略掉其他人的看法要来的好 那你现在接触到的后 跟你当时所接触到的那些体制内的市长 毕竟时代不一样 你觉得大家对教育的观念有没有进步 有啊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标准答案这件事情 我想现在圣灵国教课方之所以可以推得比较顺 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家长 自己也是在教改之后 自己也是有在网路上面查资料啊等等的这种习惯 那这样的话自然就会用一种比较多元的观点来看答案 比较不会是好像用标凯题在那个课本上写的 只有唯一的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想这个多元化的这个世代 也让现在这一代的家长比较愿意让他们小孩 去不是好像很武断觉得怎么样才对 而是说是一个过程嘛 就是他有好奇心 别人也有好奇心啊 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那可能我是比较僵化的教育体制出来的人 有时也会担心 大家会不会为了想要多元化而去多元化 所以关于自学这件事情 一过来人的建议 你觉得一个孩子在决定他要不要自学之前 他的父母或他自己他应该要去考量哪一些人数 不过事实上因为现在新课当的关系 所以即使是体制里面也是自发的 他并不是说要在体制外面才能够做自学 在我们当时确实是有点像是公民不服从那样的感觉 但现在一切都是在体制里 只是某些是比较实验性质的 比较实验教育 那某些是在现行体制里 但是还是可以做很多教育的实验 那教育实验跟实验教育中间这个转型 我觉得并没有一个定论 也就是说你可以告诉学校说 我想要多做一些选修的课 或者是说我现在对华北山王华独木舟 或者户外活动比较兴趣 我希望用那个来当做我的学习历程 而不是关在教室里面的这些学分 那现在大部分的学校课发会 都已经可以开始来容纳 像这样子有自己的学习计划的一些学生 所以你不一定是要离开学校 然后学籍挂着而已 你是可以自己把你的学的计划 告诉老师师长之后 只要你的学校的课发会 你的班老师同意 那这样也许你一个礼拜三天在学校 两天在学校 这都是很OK的 所以还是要多讨论 可是严格讲起来 其实你自己的自学 也不见得完全是在体制外 因为后来你自己 还是用了很多体制内的资源 比如说到大学或到研究所 去听课嘛 虽然你的年纪跟他们是不太对等的 我还蛮好奇哦 在那段时间 你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 你要听什么课 那哪一些课到你现在想起来 觉得受用不穷呢 我一开始其实是按照他的学院 所以像文石哲 书理化 政法商等等 他是在不同的学院 全部都去吗 对我就是有点像是在餐厅点菜的时候 就是先点这个比较小 我们叫tasting menu 就是说每个都稍微听一听 然后看 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我是拿到了书单 我在家自己看就好 还是说我一定要到学校 到学校就是为了讨论 其实不是为了看标准答案 那所以后来就发现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大概都是文史哲 就是文学历史哲学 因为这些虽然看书也可以看到一个程度 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知识产生是在这种互动的过程里面在讨论的过程里 那但是一些比较应用科学的部分 那我只能在家里以及连上网路之后 在网路上面查资料大概也就可以学得到 你在旁听的时候你有跟课堂上的那些大人们或大哥跟大姐姐讨论吗 有啊有啊有互动啊 特别是哲学课大概一定是会互动的 那当时我记忆比较深的可能是 他比较像张丁国教授他在教哲学诠释学高达妹 那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小班制的研究所的一个课 那大家都讨论的相当的踊跃 那或者是说有一位兰婷老师 他是教就是心智哲学心理哲学 那这部分也是因为他后来觉得我对这方面真的很有兴趣 所以他还每个礼拜留了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专门跟文艺对仪的就是叫做Office Hour 真的所以后来也是受他的启发 我到现在即使担任政委了 我还是每个礼拜留一天下来 让任何人都可以来跟我对话 那就是受到他的启发 哇真是一个远远无常的一个奇怪的养成 当然这里面在哲学大家都会想到你的父亲 因为你曾经在很多次的访问当中提过 哲学的启蒙可能是受到爸爸的影响 对对因为他还喜欢苏格拉底 连毙称苏格拉底 对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他自己的生活上面 其实是在到了大学 然后接触到很多就是自由派的老师之后 那他自己开始对自由主义啊 对存在主义啊等等 有所体悟吧 那所以其实等于他在买书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家里的书房 就可以看到说 他基本上就是有哲学类的新书出来的话 他就一定会买 所以就是每次月初的时候 他就会买一堆书放在那边 那他有空再慢慢看 但是我就会先想办法把它翻完 不一定看得很久 所以你看得比他快就对了 就比他早一点看 那结果会发生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事情就可以开始聊天啊 可以互相讨论 那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最近啊 他比方说他最近才又来告诉我说 他把卡拉玛书福兄弟们又看完了 然后又学到了什么什么东西呢 我有空再去看一看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 给我很大的启发 就是说其实哲学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是要用来放在生活里面的 它不是好像只是被一些教堂主义的东西 而是说你接触到一个思想之后 可能是把这个思想跟你日常的生活 试着参照看看 看能不能在正常的生活里面去运用 那如果能够运用的话 这个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体悟的一部分 那这个从很小的 大概我爸就使用这样的方式 算是身教吧 可是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思想的洗礼之后 到目前为止 有哪一次的碰撞 或哪一个哲学家的理论 会让你到现在 就像你刚刚讲的 它是可以跟你的生活 或者是人生态度结合在一起 对你影响最大的 那应该是维根斯坦 那维根斯坦 那维根斯坦 他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所谓的早期的维根斯坦 那他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能够用语言表示的这些事情 都可以表示的非常的清楚 那他把所谓的非常的清楚 到底是什么意思 做了很明确的定义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写程式的人 大概都受到维根斯坦的影响 那他的后期呢 就有点像现在的所谓的人工智慧 叫做深度学习 就是他发现说 诶那语言不一定是讲得那么清楚的 有一些部分比较像是我们的经验或者智慧 它是语言的用法 是只有靠不断累积你的经验 在那个用法里面去体悟出 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就比较像是先有资料 再从资料产生逻辑 而不是我们一般以前的城市设计 是先写逻辑 然后再取得或产生资料 那这个部分是后期的维根斯坦的想法 那现在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学派 所以我想他的前后期 都是对我有很深远的影响 确实很不可思议 我也是在今天的对谈当中 我才能够取体会到说 原来这跟写程是可以相关雷的 因为大家都会以为说 唐凤是一个雷工人 但是不知道这资料有没有错 你曾经说过你觉得其实自己比较像名才 有吗 有吗 都还好 那那个资料是错误的 delete掉 我们把它删除掉 那另外一方面 像你刚刚讲到 卡拉玛诸佛兄弟们 事实上你们家也是一个非常文学的家庭 主要你提过说是来自你妈妈 你的表达能力这么好 跟他的教育有关系吗 有关系 他因为从很小的时候 他就有跟我提说 他是在大学的阶段 把奥瑞钢辩论法从国外引进这个台湾嘛 那他们也有翻译就是关于 奥瑞钢辩论法的很多相关的一些著作 那所以我觉得辩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因为按照他跟我讲的方式 其实他是让你更加了解 一件事情的各种不同的面向 尤其是到你抽到是变正方或反方之前 你都不知道要变哪一方 所以其实是双方的论点名都必须要同时放在脑里 那一般的小孩子可能在学的时候 如果有标准答案这个想法 往往会觉得说不合乎标准答案 就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了解 但如果你是用一种比较辩证的这种角度来了解的话 其实双方的思想要一起在脑里面 能够同时并存才是对这件事情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那这个我想对表达能力也很有帮助 真的 而且对你现在行使这么违离 你还持权是不是你有所帮助 就比较可以选每一边站 会让人家看不出来你到底在哪一边 因为每一边都有 每一边都有 就是站在哪一边其实都言之成立就对了 可以这样讲 也可以说因为我们其实是讲到最后是同一边 比较像台湾讲到台湾的政治发展 民主的深化国际的连结 这个是没有人反对的事情 那只是大家对于同样达到这个目标的路径 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到最后我想大家价值还是一样的 你这样子会让我想到你的这本推荐书 就是你一生的一本 其实说真的刚开始的时候 当我拿到这本书 说这是唐碰的推荐书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害怕 因为这不是我的菜 是吗 对因为科幻不是我的菜 但是我看了之后 我非常的感谢你推荐你这本书 让我打破了过去自己的成见跟惯性 没有什么理工的成分吗 有啦 一点点 又有英文文法也有数学也有 就要是语言学了 对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最容易看到的就是 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关于人生的哲理 也就是说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就像你讲的 他虽然有一点点理工的知识在里头 但是更多的是关于人生哲理的探讨 能不能够调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作者 说剧透一下吗 对 好 因为江峰兰嘛 他是很特别一个华裔科派小说家 你两本书包括那个呼吸 你也是推荐他的书 是的 对 我觉得TEDE章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他不会说教 他在这一整本里面大概没有什么说教的成分 对对是是 对我们看很多尤其是硬可患 他总是好像脑里充满了物理学的知识 然后一定要读着想办法在里面 好像看一个科普著作一样稍微看懂一些 对那这里面基本上是没有 就是他当然也有运用到一些物理学知识 像呼吸里面也有讲到很多物理学的知识 对你没有对我有啦 我实在是蛮烧脑的 是这样 对但他主要在探讨的还是说 好比像说这个在讲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已经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那我们是会欣然的去接受他吗 还是说其实知道未来是怎么样 这回事情就会把我们的这个人生观 把它抽象到一个好像变成在我们的人生外面的这个观点 以至于说自由意志有或没有 好像已经是一个很超然的 没有这个问题的这个情况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其实比较像禅宗啊 或一些这个道家啊什么 也都有在讲这件事情嘛 但是他比较是用文学的语法 那但是这个就是说 没有啊是一个外星人 他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 那这些想要跟外星人沟通的语言学家 透过用外星人的语言 慢慢慢慢也可以稍微瞥见一点 这样子外星人的角度 那这样子的做法 我觉得就比较不会好像是流于想象 而是说他有一个比较能够锚定的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比较具体的去想说 哦那所以现在如果更往这个方向看一点 会怎么样呢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他在接受上面比较容易 那第二个他没有万熟人的感觉 哦那倒是真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让我在看的时候 没有完全的那么的外星人 可是我倒想从里面衍生一个问题 请教你 也就是那你觉得你的思维 是比较接近地球人还是外星人呢 是我现在在选择未来可能的结果 或者是未来的结果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已经在那边了 只是我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但终究我需要达到那个目的 对啦就是未来是透过我们而来临 当然是这样 所以你的答案是 就是未来是透过我们而来临 我并没有特别觉得说 好像我的人生 我自己对他要把他带到哪里去 而是说这个当下 就是未来透过他来临 那过去的时期呢 对我来讲人生就是过到上一刻而已 这样 所以对你来说 其实并不见得是在这两种思辨当中的其中任何一方 里面有讲说这两种是同构的 是Isomorphic 事实上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描述的方法不同的 果然你看的还是比我深刻更多 对因为讲到了科幻 当然大家不会觉得唐凤喜欢科幻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你也很喜欢 对我们刚刚还漏掉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为什么喜欢江峰南的书 这个作者因为你两本书都是推荐他的嘛 他对你有什么特别的 他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吗 这么讲 对刚刚除了讲到说好理解不说教之外 那另外一个也是对我来讲 他会把一些我们在好比像说哲学里面讨论的 像刚刚讲到的是关于自由一致嘛 那在呼吸里面很多是包含这个命定论啊 这个宇宙的这个商啊 热集啊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抽象的一些概念 但他可以用非常非常短的篇幅 那在呼吸里面有一个叫做The Great Silence 是我特别喜欢的 他就是从阴武的角度去写Arocibo的望远镜 那这两个看起来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 那他用非常非常短的篇幅 就让物种多样性啊 永续发展啊 等等的这些观念 人类中心主义 就是把它打破啊 挑战啊等等 那但是他不会让人觉得说 好像这件事情是 你如果不看就落伍了 你不看就好像 所谓的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好像就跟不上时代了 或怎么样 他并没有一个 刚刚讲那个进步主义的那个观点 他只是觉得说 有这样一个看世界的方式 你要不要来了解一下 所以对我来讲 那是比较自然的 那我蛮喜欢这种自然的感觉 我能不能请教 你像看这样的一本书 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如果是只是要知道里面的剧情的话 那大概就是快速的翻过 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 这里面四百页耶 对然后睡一觉 睡一觉起来 大概里面的主要的关键字 就会在哪里 但是我不是这样看小说的 因为这就好像说 如果你要去爬玉山 那你做个直升机上去 再回来也是爬 但是那个过程就没有了嘛 那主要还是要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书我是慢慢一页一页看的话 大概也要两三个小时左右 才能够就是享受那个过程 那什么样的书会让你想要快速的来 然后去睡觉 把那个data放在你的脑子里 什么样的书会让你想要慢慢的去拒绝它 我想文学性的大概都是慢慢的去拒绝 因为我在快速看的时候 脑里是不发出声音的 我觉得是很难耶 是 对一个好的译本 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发出声音的时候 是enjoyable 是让你开心的嘛 对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脑里如果不发出声音 那几乎就是完全否定这个翻译者的作品 那其实泰斯上它原文就是英文写的 也是相当有识意 那但是如果是纯粹知识性的东西 好比像说一篇论文的话 那对我来讲看的时候不发出声音是比较节省时钻 你那个不发出声音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么做 嗯大概是半自觉的 就是一方面在看的时候 我会看到说 那我心里有些判断会生气 那但是这个时候 我如果去注重我的判断的话 那不免就会影响我看后面的这些页数 所以把自己的判断稍微把它放下来 给它一个空间 但是不让它干扰我的阅读 这个是要画一些自觉的 但是如果心里没有判断生气 就只是一夜一夜翻的话 那一部分倒是自动的 然后你就去睡觉了吗 对 睡多久 八小时嘛 但如果很困难的书可能九小时 我看了那个Tenet天能之后睡了十小时 等待醒来就剧情都很清楚 这个是我在收紧的资料过程当中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种 所谓的一个阅读的方式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可以这么做的 大概七八岁吧 小时候就蛮清楚 所以你当时可以背下一整本书吗 其实不是背 它只是里面的那个结构又放在脑里 哦 我懂了 所以对你来说 不求生结啦 对 没有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问题吧 就是你并非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 但是你完全可以理解里面它想要去表达的意思 对 那也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八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电脑 我发现有个东西叫全文检索 所以我不需要背那一整段 我只要知道里面的一个关键字我回来用搜寻的我就可以找到那个关键字 但其实纸本书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我几乎一定偏好电子书 就是因为我记得的关键字它可以让我回到那一页 但是纸本就没有办法 哦 那我可不可以当场考唐红一个问题 反正你这样子聪明一定是考不倒的 就是关于纸本书 因为你说过你是对纸本书没有依恋的人 那像我就是一个传统的一定要有那个翻页的感觉的那种老人家 电子纸也是可以有翻页的感觉 对 但是我没有feel 尤其它突然出现那个声音啪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不太自然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在数位时代 这个纸本书 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或者是在数位时代纸本书的价值 如果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评论它的话 你会怎么说 来 正方 正方当然是觉得说我们就像您刚刚讲的 现在电子纸还是被关在一个玻璃里头 所以它没有一个卷洞 然后折叶 画线等等 我们跟纸的这种比较私人的这种关系 那比较困难在玻璃的表面上面做到 所以如果在玻璃的表面上 我们看作是一种投影行 看电视的话 其实阅读才是你真的跟书相处的时候 你比较沉浅的 那反方如果说在数位时代 其实纸本书不见得有存在的价值呢 那就是说很快的它就不会被玻璃所限制住了 很快就会有像胆固醇液晶等等新一代的 就是你既可以把它当作纸一样卷洞 它又可以用压力笔去感应 可以直接在上面写东西 但是它又可以接下来就把它数位化 所以就会变成像哈利波特里面的报纸一样 就是你乍看起来是一个纸 但事实上你按一个键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荧幕是可以播放的 那这样就同时有纸本的好处 但是又有荧幕的好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家里还是要有一本书 但你按一个键之后这本书就会变另外一本书 好厉害啊 太佩服了 而且好出乎我想象的答案 但是据说你阅读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习惯 就算你并不太是阅读纸本而是以电子为主 你还是要拿纸笔 对我要拿笔 为什么啊 因为笔的话我在做记号的时候 就像这本书里面讲的 它可以在两个维度上面去发散 但是如果我只能用键盘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维度了 那这样的两种阅读的方式有笔跟没有笔 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跟启发不同在哪里 对就是说如果我可以用笔的话 它比较像是我可以跟这个书上面的概念可以去对话 包含发散综整都可以做得到 对那如果是只有键盘的话 大概就有点像是说我听你讲话 我可以当然听到什么就答什么这没问题 但是就很难在上面再去隐身发散 然后再收敛说我跟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但是又可以收敛成共同的价值 这个就必须要事后再来做 也就是说在同时间它没有办法双向的进行 对 所以有笔没笔 那你现在都习惯性一定要拿着一支笔来看书吗 是这样子的 可以秀一下 可以啊 好 所以就是一支笔 然后可以拿了就可以书写 像这个就两个维度嘛 对不对一个维度比较难 真的是完全科技人的感觉 但其实就像我们都知道 唐凤并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理工脑的人 基本上你的文史哲 跟你的语言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这个跟你在比较年幼的时候 跟着爸爸有了各国的游历跟跨文化的经历 有没有关系 这当然有关系 但另外一部分也是在网记网路上 其实我们写程式的人有句话 是迪彻斯特教授有句话说 一个人他程式写的多好 取决于他运用他母语的能力多好 所以其实写一个非常大的程式 就有点像写像福士德那种 就是每四行都还是要押韵 但是加起来又是一个非常大的结构 的那种诗句一样 对那所以这种训练就是大的结构 但是又能够注意到细节 这个在写长篇跟写程式是完全一样的 可以说是同一种能力 那在跨文化的过程当中 大约是在什么时期 或哪一个国家的文化 曾经给你这样深刻的影响 我想我自己比较长时间出国 其实只有就是在德国 就是11岁的时候 那当时给我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们都把他们的小孩当作大人 所以小孩就会比较像大人 对那在当时因为在台湾的教育里面 还是有点把小孩当作小小孩 那所以小孩就会觉得说 那我还没有成年 那大人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但是在我去德国的时候就发现说 跟我的同班同学我当时11岁 我的同班同学才10岁 那他们都已经非常的负责任 不管是在守时啊守秩序啊 或者是自己去就是付 他自己承诺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说到做到啊等等 大概都是已经有一个小大人的这个样子 那我当时就觉得说 那这一套不一定只有德国吧 应该不是人种的问题 应该是文化的问题吧 那所以这个对于我之前所说的那个自发 就是后来我去了解说 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啊 那是因为说他们要做的事情 并不是大人硬要他们做 而是他们自己想做 那自己想做他才会想要 说到做到可以出交代 你在德国待了多久的时间 只有一年 你的德文可以讲得这么好 就是还行 当时 哦很厉害了 然后法文也好 那是法国编辑 所以多少要学一点 英文也好 现在主要还是用英文 有点不可思 因为你说你是十几岁才开始学英文 十五岁 十五岁才开始学英文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你接受外美的访问 不但是意思的表达非常到位 而且潜词用字也很精准 这种学习语言的能力 你是什么时候发掘自己可以学得更快 而且你有什么诀窍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想最主要就是要用那个语言思考了 你很容易转快吗 对对对对 就是像我学英文十五岁的时候 是因为我接触到一个叫magic the gathering 魔法风云会的纸牌游戏 那这个纸牌游戏的一个特点 当时几乎还都没有中文翻译 就是它有些非常难的字 所以一个简单的像counterspell这个字 它就会有什么annulation 什么dissipate abayance 这都是gre等级的字 那些反而是我的native vocabulary 就是我刚学英文就是接触这些字 那就是因为维根斯坦后期讲的意义就是用法 因为每一个这个字我脑子就会浮起一张牌 而且它在那个游戏里面能够操作的意义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那我就是用英文字抗 因为在里面的每一个牌的名称 它组成一个deck 就是一个套牌 那以及这个套牌跟别的套牌的互动 那所有这些都是用英文定义的嘛 所以后来当时我也对这个游戏的规则感兴趣 也去学它的规则 甚至还参与新版的规则的制定等等 那所以这整个社群就是我们叫做 就是immersive community 就是你等整个人浸泡在里面 那它不会让我觉得说好像我一定要文法很标准 或者是说我要就是循序渐进考多少分 我才能学更难的词汇 基本上就是随时那样子的一个就是套牌的社群吧 正在讨论什么事情我就开始去学那些字 所以同样的也是所谓PBL就是解决问题导向的这样的学习方式 这么多国的语言它可以让你去随时转换到一个不同的文化的思维当中 你觉得就一个人生的过程来讲 对你最有收获的是哪一点 当我有这么多的文化竟然在我的脑子里的时候 对 其实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这些就算文化乍看之下不一样 但是里面的就是关于永续的就是不管哪一个文化总是觉得说 我们登出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要比我们登陆的时候好嘛 那这个也很合理 因为如果一个自我毁灭的文化不会传到今天 所以我们到今天的文化大概都有这个特性 那所以不管是刚刚讲到的包容啊 永续啊等等这些价值 虽然在每个文化里面有不同的讲法 好比像说我们现在讲可能是人意道德的人 那可能到了非洲可能他们叫Ubuntu 那但是事实上都是非常像的一个意思 所以去看到这个共同的价值 我觉得就是看了那么多不同文化之后 有一点好像是互相切磋 那最后留下的部分就是一个比较明白的一个部分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哪一方面的文化 或哪一个国家地区是特别的吸引你的 我想台湾当然是特别吸引我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跨文化的一个所在 我们现在当然有20多个国家语言 那但是除此之外各种新著名的语言 而且特别是今年有各种就是本来只是来观光 但是后来变成就业金卡因为不想走了 的朋友都有带着自己的文化过来 所以我觉得台湾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identity我们的认同 也变成是以好像跨文化的这种创新 变成我们的认同的一部分 所以台湾真的是很棒 的确 5 4 3 2 当然好的语言能力 还有就是可以直接接触那个文化的思维 可以让你在对应另外的 我们不太熟悉的文化的时候变得更加的直接 所以唐鳳会因为这样子读很多的人文书吗? 对像story of your life 或者是exhalation 我都是先读英文 是后来译本出了 我再找译本来读 真的那我们要不要得罪一下出版社 你觉得他翻得好吗? 我觉得翻得蛮好的 只是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电子书 这是比较难让人理解的 因为他本来写的时候就是电子档 我还看过你看了一本原文书对你产生影响 我还特别记下来因为很好笑 叫做Radical Markets 据说你看完以后跑去跟人家创业 这本书是哪个部分影响了你的脑波呢? 是 Radical Markets 它在里面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传统上面 还不像说一块蛋糕我们两个人要分 那总是觉得说要嘛就是好像 就是你争我夺利大者胜嘛 这是比较不文明 那又或者是说我们得相信某个第三方 这个第三方来做一个公正的裁决 那但是他就提出一个想法说 其实如果你把那个机制设计的好 那就好比方说上面有巧克力有草莓 可能我对他的偏好跟你对他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好比方骰个骰子 那赢的那个人去切两半嘛 那然后另外一个人去选他比较喜欢的那一半 那至少就是双方都会觉得没有吃亏 那一个人切一个人选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叫做Mechanism Design 就是机制设计 那他运用这个思路去说 不管是投票啊或者是说 帮这个什么无限平谱啊 网易名称定价啊等等 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 只要运用这种机制设计的精神 那每个人看起来是在追求自己最大程度的自私自利 但是事实上呢 每个人都会因此变成一个比较公益的这个人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是蛮不错的 那他是用了一个叫做Henry George 这个经济学家一个思想 那Henry George的思想其实主要影响的什么 截至私人资本啊促进合作组织啊 就是孙艺仙博士 那所以孙艺仙博士 后来当然把这些想法很多都写到了我们今天还在用的宪法里面 对所以也可以说是如果要找说好比像说我们刷健保卡就是社会主义 但是刷金融卡就是资本主义 这两个系统能够很良好的互相支持的 那台湾其实就是顺着像Radical Market这样子的做法在做 那所以后来我看了这个作者叫Glain Weil 那我跟他有个共同的朋友 就是以太方的共同创办人Vitalik Buterin 那所以他就介绍我们两个认识 后来我们几个人就一起去创业 当然是在院长就是支持也有核准的情况下 所以那个是我的坚持等于行 那也是你的斜杠人生之一就对了 好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推行孙文思想 通常会一本书会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吸引力吧 可以让你愿意去烦它甚至于受到它的影响 你选书有没有标准 我想最重要还是Actionable 就是看了之后有没有一些 就让我之后做事情的时候可以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他要有一个我们叫Call to Action 就是要你去做某些事或想某些事情的时候 用一个新的角度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也是很常就是Connected 就是说让我觉得说我看了这本书之后 跟其他也看了这本书的人中间会形成一种联系 那最后就是Extensible 就是这里面有一些梗 我就可以拿来自己运用了 也不用问过作者 那这三个如果都符合的话 那就是我比较会去花时间 那在这之前呢 也就是在选择之前 你会透过什么样的管道 或什么样的选择标准去抉择 你想想看它 其实我无论如何 如果你贴一个书的连结给我 我一定就开始翻 你不会先入为主的觉得要或者是不要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快速的翻译不花时间 对那或者我把 好比说一个电影 我一定没有时间看 但是电影的剧本一定有时间看 所以如果有人推荐我看一个电影 我就想办法找到它的剧本 然后就很快的把它剧本翻一翻 再来决定值不值得去戏院看 这样子还蛮有效的运用时间的 讲到了阅读 其实唐方很特别 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你被认为是个理工人 你看科幻 但是你也读诗写诗 你也读一些文史哲 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可以衍生出来的是 第一 科幻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魔力 我觉得科幻它有一部分的魔力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 那只是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 或者是科学的理解 所以让我们用这样的方法生活 但是如果有一个新的发明出现了 的话 那说不定它就会让我们的生活 变成完全不一样 截然不同 那有很多的科幻小说 都是在介绍这样子的发明 那为什么江峰男那么棒 就是因为 他不会花很多时间来灌输 你的后面的科学原理 但他会花很多时间来描绘 说社会因为有这个发明之后 会有怎么样子的 我们叫做社会的影响力会出现 所以对你来说创新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它会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力 而影响力也未必是好的 所以像黑镜这种科幻 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带来不好的影响力会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在研发这个技术的时候 就去避免它 看起来好像走在很前端 但其实你也喜欢一些很古老的东西 像我们刚刚讲到卡拉玛祝福兄弟们 你看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书了 但是到今天仍然是经典 对你来说什么是经典 经典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觉得就像刚刚说 Actionable Connected Extensible 只要有人还在研究它 只要有人还在看了之后觉得 那我们是一起来看这件事情 研读这件事情的社区 那这样子的话这本经典 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重新活起来 话比较说我常常 所以跟它的年代是无关的 是无关的 我常常看的一本书叫做 Finnegan's Wake 那这本书不断的都还在出一本 但最近才又出了一个 台湾这边的中文的一本 叫做什么 醉生梦史记 那所以像Finnegan手铃的 这样子一个社群 其实就是全世界 觉得还愿意在自己的人生中 花蛮多时间 因为那本书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看 那去把那本书里面的那些音韵 那些意象 再重新对应到 我们目前所生出的这个世界 所以它就不断的透过诠释 而发生异议 所以对我来讲 它倒不是说它几千年或怎么样 像《道德经》也一直都有新的译本 最近才有一本新的 在台湾这边的译本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等于只要还有人愿意做诠释工作 这个经典就一直是活着的 所以你也看《道德经》吗 是啊 《道德经》里面 你在看《道德经》是几岁的时候 大概可能五六岁吧 五六岁的时候 你读懂它那个部分 《道德经》的好处是说 它不太需要你有什么先辈的知识 也不太需要你已经知道很多名词 它基本上就是用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好比像说 我小时候就记得有看到说 这个有三十个轮轴嘛 但是其实是中间那个中空的地方 才让轮子有它的作用 或者是说一整块黏土没有什么作用 那你把它挖空了就可以拿来当作碗来用 那或者是如果是一个严严实实的一个堡垒啊 那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你把它凿出窗户跟门 突然之间它就变成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就可以让我们在里面互动等等 那这些所谓这个无用之用 它用的这些举例都不是什么高科技 即使在它写的时候也不是高科技 但是它所讲的那个意思非常的明白 所以对我来讲这也是又不说脚又容易明白 可能跟江峰南有类似的这个特色 那你觉得易经也是容易明白的吗 易经的话我想它的符号系统非常的容易明白 对那但是他们写的那些时事杂文啊 在他们当时一定是就是大新闻嘛 那所以一定是他们生活的部分 只是说因为毕竟他们生活的地方 跟生活的年代跟我们很久远了 所以就是你去看它的那个时事的诠释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说 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它的那个道理就是说 只有不断的改变这件事情不会改变 那在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不会改变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会起了变化 这个道理我想是非常容易懂的 所以你的心灵其实受到这些点击的启发 我觉得应该是影响还蛮大的 对一直走到了今天都是如此 那也因为这样子唐凤感性的那一面 就呈现在你读诗写诗吗 是是是这样子 你现在还写诗吗 会然后也会翻译诗 主要是做翻译的工具 你最喜欢哪一位诗人为什么 当然我最常引用的一定是Lena Coven 那柯恩他的好处是因为他的诗不但很好记 而且还很好唱 因为他会顺便写个曲子 来一段 好 come gather up the brokenness and bring it to me know the fragrance of the promises and never dare to vow 这样就可以了 好好听了 我今天发现了唐凤有很特别的景点 包括了歌声很棒 还有皮肤很好 是 所以我们要变美妆结末了吗 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就睡够 每天睡八小时 然后睡够还可以吸收很多的知识在里面 那讲到了诗 你自己所写的诗 或者是你翻译过的诗好了 有哪几段是你想跟大家特别分享的 嗯 好啊 其实我自己的网页 就是奥爵提点ORG 的那个首页就是一首诗 那他是一个 台湾这边的一个诗人叫陈一文 那写的一首诗叫向勇人注碟 那他也有被收录在同名的一本书叫向勇人注碟里面 那我有做他的英文翻译 所以我现在是怎么样 朗读英文 朗读中文 中文英文都来一遍吧 都来一遍 我想请你坚强的忍住脆弱 向勇忍住蝶 枫叶 枫叶忍住秋天 心见下的一枚水滴 忍住破山 我想请你平衡内在的美丽 如雪花 再一次 我想请你平衡内在的美丽 如雪花的结构 流苏的四半 泛黄的纸卷上 夜静春山空的一首古诀 我想请你宽容一株水仙的秘密 圆游一条月江的曲折 直视阴雨直落的灰埋天空 如同倾听一句赤裸的导词 向海洋拥抱一场暴风雨的告诫 然后或许你愿意 走上没落的鞭城繁华的都心 看看生看看死 看看一切热闹与无常 尊严与宿舍 生命有时静美如诗 荒凉如漫 积月如阴翱翔 寂寂如碑蒙城 至末时宜 静谦容颜更改 旅途的很久了 我们回到出发时的房间 原点与终点绕成完美的环 我将认出你标定我的眼神 洗脸真定 远整的于暗示中 反射出简静的光明 这是中文的部分 好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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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然后英文 你帮他翻译去英文 是 我会想你 好有感情 你超越是 像我依然 像我依然 在短牌的 像我依然 在某种 蜂蜂蜂蜂蜂 像你 的 我想你 像我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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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e flower a quatrain on a yellowed paper scroll a still night in empty spring mountain i would like you to tolerate the secrets of a narcissist forgive the twists of a moonlit river look straight at a murky sky as rain falls down just like listening to a naked prayer like the ocean embracing the absolution of a storm then maybe you would be willing to walk through a declining border town through a prosperous metropolis see life see death see all the bustle and transience dignity and code lifelessness sometimes life is as quietly beautiful as a poem as desolate as a vine as intense as a soaring eagle as lonely as a dust-covered stone and so time passes places alter faces change it has been a long journey we return to the room we settle from origin and destination curl into a perfect ring i shall recognize the look in your eyes after calibration clear unswerving like steel beads that do not rust roundly in a dark room reflecting pure l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well thank you well thank you and you have to be really good and you translate it seriously well you know even its experience has been even improved it's obviously been a experience yes and and from the modern books and other you still will read some things that you can learn some what kinds of books and characters in our politics and look at Ursula Le Guin 就是勒怀安的那个版本 那那个版本就很像现代史 他就把老子翻成现代史 所以对你来说 其实你还是蛮喜欢那个韵律感的 对不对 包括唱歌也一样是这么样的好听 可是呢 我发现唐凤喜欢的东西里头 有很理性也有非常感性的一部分 包括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深度在探讨人生 包括刚刚你喜欢的那首诗 它里面其实都有一些 我们对生命的生到死之间的一种穿透 的观察 我不知道这个资料对不对 你很小的时候就读了奥修的文修书记 对 是的 为什么 就是在家里书架上有 基本上就是我爸会买的 是一个随机翻的吗 对 那当时看到的也是他对《道德经》的解释 对 所以主要还是透过等于 共同认识的一些经典吧 然后去看说 那他怎么样讲一些故事啊 让这些经典在现在更活得起来 很多人会把所谓的灵性跟灵性的启发 有时间给自己吗 像我睡前大概都会留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不管是翻阅资料 但是脑里不发出声音 或者是说 我一醒来 有什么灵感 快把它写下来 还是要一支笔 那大概都是 不是急着去在别人跟自己的互动里面 变成一定要达到什么短时间 对方就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做法 一些作为等等 而是说 即使是有看不懂的 有挫折的 有觉得自己心里面 难以面对的部分等等 那这些其实都把它当作客人嘛 在心里放一个空间 跟他相处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就是面对挫折的方式 对 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客人 然后跟他一起相处比较久 那相处个几个月一两年下来 说不定每一个挫折 也有他能够教会你的部分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 我应该说是修为吧 所以唐凤 我觉得你不但是高IQ 而且最重要的是高EQ 那这个高EQ 我想最主要的还在于 世上以你现在的身份 你会接受到很多的赞美 你也会接受到很多的负评 就当作他们的创作了 好棒的建议 很多很有创意 他完全不会去影响你吗 不会啊 像客委会说什么 唐凤过台湾 什么脑破根田 或者是什么 环保署说什么 唐凤茶 唐凤茶什么 他们都做了很多 很棒的二创 我们叫二次创造 他从来没有问过我 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 也是用一种 好像欣赏作品的一个角度 绝对不会觉得 那个图片里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如果面对公洁呢 一样啊 原来中文还可以这样用 蛮有意思 就把它当作一个语料吧 就语言的资料 你不会发怒吗 如果别人很神奇 我当然多少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也会在心里 留一个空间 这是很自然的反射 你都已经可以这么做了 最近你最生气的一次是什么事 就是麦克风讲到一半 忽然没电了 可能忘记换电池之类的 还好那应该不是发生在我们节目 因为刚才没电的摄影机 对没错 不知道是哪个节目 真是 不知道是哪个节目 对对对 真实不应该 也没有人手机响 对 对不然倒不会生气 对对对对 其实说到了EQ也好 或者是你现在政务委员的角色也好 很多时候是因为你面对群众而来的 大家都说天才是公独的 但是基本上看起来你是可以 非常成功的拥抱社群 而且可以穿梭在民间跟公家 甚至于去做一个非常好的润滑机 你当下在接政务委员这个职务的时候 有过任何的忧郁吗 我是见习转正 对对 我已经在参与林政务委员的办公室 而且跟我现在办公室还是同一个办公室 没有适应问题 没有适应问题 然后我第一批的同事也是在参与林政务委员的时候 已经合作过的 所以可以说是只是好像见习神本来是想说 我斜杠part time来做这件事 那现在是大家纳税嘛 让我for time做这件事情 只是投入的时间比较多 但是没有什么好忧郁的 但你曾经担心过为某一个政府 就是某一个执政党执政的政府服务的话 会不会让自己被贴上所谓颜色的标签 那曾经有在你任何一点点的考量之内 我跟蔡玉林政务有合作的时候 那时候是毛智国院长 所以其实那是另外一个颜色的时代 对那后来是张善政院长 然后接下来是林全院长 然后莱清德院长 然后祖政上院长 可以说是每一位院长在我看起来 他们都并不是特别只为哪一个颜色来考虑 我想他们到行政院长的这样子一个工作上面 基本上就是为整个民国 那为整个台湾来考虑 不会觉得说好像只照顾一小部分人 所以倒不会觉得说 好像跟哪一个院长工作 好像要牺牲一部分人没有错问题 那你自己呢 你服务的冲中是什么 是当然就是好玩 就是为了乐趣 到目前为止政务委员还好玩吗 是啊是啊 因为这不是只是我一个人要有乐趣 也是要让大家都有乐趣 就是本来是很枯燥无味的一些这个理工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透过好像说可爱的总裁 让大家了解到传染病学 我有下载 对吗 对或者是很可爱的疾管家 这样子的LINE的对话机器人 那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传染病学不是教科书上面那种很神硬的一些方程式 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每个 现在每个礼拜以前每天下午两点 听那个带状节目 就是指挥官的带状节目 慢慢就会每个人都是能够进行一个社会创新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 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有一种 好像我们是专家我们最懂 那不让人民来参与这个议程的设定的话 那其实那人民也会觉得说 那政治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像指挥官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他每一次有人提一些很天马行空的主义 他总是说教教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你早点讲等等 他总是一个非常邀请的一个态度 所以有点像笔马龙效应 所以这个民间看到说 他这样子愿意去采纳大家的观点 那民间当然就要提出值得他采纳的一些创新 所以这样共创才有可能发生 所以当然乐趣是非常重要 但不是我一个人的乐趣 大家的乐趣 你讲到了创新 我倒是想请你介绍一下 您一直算是着力满身的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一般民众可能不见得那么了解 他在做些什么 可以告诉我们吗 好啊 其实社会创新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每一个人看到社会上有什么东西 可以变得更好 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帮忙 所谓众人指示 众人助之 那以这次的疫情来看 好比像说口罩地图 就是一个社会创新 其实完全不是我们公部门的想法 是台南的五站位 后来叫民宗 那他们觉得说 每个人要排好几次队 那这个是很浪费时间的 所以不如搜集一个地图 让大家一出门就知道说要去哪里 才卖得到口罩 那他们有这样子一个起心动念 也自己去吸收了一开始创新的成本 像吴战伟当时就欠了Google 大概60万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的工作像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一方面是增幅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各部会都知道 有这个新的创新出现了 比我们做事情的方法好 所以我们应该是去鼓励去支柱它 而不是说好像我们自己要另起炉灶 那二方面呢 我们也是帮忙进行一些谈判嘛 像不像跟Google的CSR 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部门 去讲说那我们在新闻稿上 在我们的网站上 把你们Google的品牌打出来 可不可以就免了他这60万的债 有成功吗 对有成功啊 哎呦不错啊 就正如同他免了我们的债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免费使用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样子的创新的土壤才可以比较永续 不会变成说他用他自己的 这个个人的存款撑着 撑两三天可能就倒了 而是变成接下来就有140多种 各种各样不同的 在口罩地图的基础上面 包含对话机器人啊 包含这个工序比例的分析啊 有一个还是高皇安委员嘛 拿来咨询指挥官说 这个乍看之下是很公平 但是你如果抽高这个视野来看 其实就有不公平之处 那指挥官当然马上说 委员教教我们嘛 那我们隔天就改善了这样 所以这个也变成 就是公共讨论的一个基础 但是一开始都还是在 众人知识众人住职 就是任何人都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有公共利益 那我也来绑点忙 而不是等着大的企业 或政府来进行创新 那任何的创新 都可以来到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吗 对是的 那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只要你在联合国的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 一共有17个目标 任何一个能够对应到 你的创新的公共利益 那你愿意常常 马上有点注册 这样一个态度的话 那你所在的这个组织 不管是它是盈利形态 好像公司 或非盈利形态 好像协会基金会 那或者是在中间的 好比像说合作组织等等 那你都可以非常容易的 来使用我们的这些资源 那也可以来办活动 也可以进驻成为我们进驻团队 等等 那也不是只有在台北而已 事实上在全台湾 大概六七个地方 都有类似的社会企业 以及社会创新组织 相关的一些育成孵化器等等 所以它严格的来讲 应该或是说比较宽松的来定义 它算是一个创意的育成中心 对那只是说这个创意 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它是为了公共的利益 那第二个是大家都可以开放的来参加 所以这也就是你一直都很坚持 是开放圆马的一个坚定支持者 开放圆马也是一种社会创新 就是我们写软体的人 愿意抛弃掉著作财产权 那原因当然是因为 一方面我们大家都可以投入研发 不用自己重新发明轮子 那二方面是说 它的维护的成本 给大家分担掉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情 但是以你们 像你从小写城市到现在 城市语言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可能是非常陌生的 特别是你现在 必须是一个政府委员 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情况之下 不管在刚入阁 面对官员或是官僚系统 还是在面对一般民众的时候 怎么去克服那个数位落差 我想大部分人 其实都有学过设计 那所以城市设计 只是学设计的一种入门 那但是不管是空间设计 产品设计 文案的设计 或者是互动设计 服务设计 这些都是设计嘛 所以我想设计思考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共同的语言 设计思考 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 但是我们要设计成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价值 这中间就会要发散一次 就是要发现大家对于这个想法 有什么不同的主张 然后呢又要收敛一次 就是定义出不同主张的共同价值 那这样定义出来之后呢 就开始始作 也可以有像刚刚讲口罩地图 140多种不同的始作 但是最后呢 把它递送到大家手上的 那还是大家觉得最亲近 最方便使用的那一个 所以怎么样找出那一个 那也有一些方法 所以设计就是设想计划的这两件事情 我想每一个人 他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背景 他一定是做过设计这种事情 只是说可能不一定知道说 城市设计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设计思考的语会 不一定是要用城市嘛 在刚进入官僚系统的时候 你觉得容易吗 蛮容易的 沟通这个观念 蛮容易的 因为我们在就是公共服务上面 其实也是一种服务设计 那最大的不同只是说 以前在私部门工作的时候 我们只要照顾我们的客户 但在公部门的时候呢 就是你不能说 报税软体不好用 你就找一个别人报税 就不容易要移民啊 那或者是说 这个健保不好用 那你另外找一个全民保险 也没有另外一个全民保险 所以在公部门设计的时候 我们特别要在意韩荣幸 就是inclusion 就是那些我们在一开始 可能没有设想到的朋友 反而才是应该我们第一时间 就去找他们来 那像之前我有分享过 我们在设计口罩实名制 那到后来甚至便利商店 可以直接购买口罩的时候 都是请我87岁的阿嬷 推荐她的年轻朋友 大概都77岁 对她来讲年轻的朋友 然后实际去那边走一趟这个过程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对他们来讲 就是去药局排队 其实是很麻烦 那而且他们身体 也不一定很方便 所以我们就是在社区里面 找那样对在药局排队 骂得最大声的 会吵的朋友 不是有糖吃 是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从口部的炒 变活步的炒 那像70几岁的像杨奶奶 她就给我一些很好的想法 好比像说 我们本来是要在便利商店的提款机 一次订购加付款 觉得可以少一个动作 那她就说 因为提款机都会贴啊 这个防诈骗啊 165啊 她很不想要打密码 她觉得只要打密码 就不是52块出去 就52万就出去了 所以她坚持一定不能打密码 所以后来我们才变成用健保卡 然后去柜台 一定要用现金 因为现金 她才知道是真的52块付出去 不是这个钱消失了 那等等的这些 看起来是细节 但是因为一开始就有纳入 这些长辈的意见作为参考 所以我们的转嫌就变得很顺利 就是比较多人愿意从需要级排队 变成去便利商店买 那如果一开始就是逼着大家 一定要用行动支付 或者是后来一定要大家用提款机的话 那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方便 但事实上就没有办法达成说 75%的人都买到口罩的这件事情 哦 了解 其实从唐凤的语言当中 我们好像觉得科技离自己没有那么遥远了 那再问一个可能 对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承认我比较愚蠢一点的一个问题就是 好 5G 时代来临了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5G 到底是什么 4G 已经很好用了 为什么要进阶到 5G 它对我们的生活即将要产生什么影响 我同样想请唐凤又很浅显的语言跟大家解释 是 其实我们如果在视讯的话 这是最容易观察到的 如果我们两个各自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有光纤 或者是透过 Wi-Fi 从你点头到我看到你点头 我也点头 这个是中间差不到可能16毫秒 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 虽然还是知道自己在对着荧幕或对摄影机说话 但是至少我们有一种好像我们在同一个空间的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你到户外 然后用 4G 然后同样视讯 就不是这样子了 我们看影片的时候感觉不出来 是因为它一开始会有一个缓冲 它就算要多绕个半秒钟 那你播放之后都一样 但是如果是视讯 我也是用 4G 你也是用 4G 从你点头到我看到你点头 常常就隔了半秒一秒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知道你点头是在我的上一句话点头 还是我的这句话点头 那共同在场的感觉就消失了 所以 5G 就是说你即使是在户外 你即使是出了门 没有光线网路的地方 你还是可以像有光线网路的地方一样 有一个共同在场的感觉 有一个很低的延迟 可是低延迟它固然可以去塑造一种 比较真实的临场感 但是因为它收集数据的能力也增加了 所以我另外一个联想到的是 关于隐私权的问题 在数位时代关于隐私的问题 你认为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 对 不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隐私权它不是只是一个被动的 好像说我不想要被收集 它有一个自主权的部分 因为按照我们的个人资料保护法 任何人收集你的资料的时候 他不能够给你一个合约 你看都没有看就打了勾 我也常常这样啦 的情况下去抛弃掉 要求对方给出一个副本 要求对方去更新 要求对方删除的这些权利 这个在我们各自法里面 是不可以用合约来抛弃的 就好像是你在网路上面买了一个东西 回家 那如果它上面附一张条子说 你已经在网路上答应说 你这个七天试用期抛弃掉 那你一拿到就必须要付钱了 你也不能够退货 那这个其实是无效的 七天试用期是无论如何都要有的 那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往公平会啊 往很多地方来检举来申诉 那但是比较少人知道 说关于各自的收集 你也可以主动行使 要求副本 要求更新 要求删除的这些权利 比较多人知道说七天之内 一定可以退货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的 还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类似相公平会 这样一个独立的各自的一个专则机关 来提醒大家说 如果你觉得 甚至不是说你隐私已经被侵犯 你觉得可能被侵犯 你要怎么样邀 这个收集资料的人 来给你一个交代 所以外传 当我们的脸孔被辨识了 当我们在照相比个页 都很可能会不小心的被收集了 我们五官跟领情的特征 以及我们的指纹 这是正确的吗 这个要看它有没有传输出去 好比像说现在有一些手机 或者是我用的那台平板 它是用脸孔来解锁 没有错 但是呢 它的脸孔解锁 里面的那个晶片 它并不会把它收集到 这个脸孔的特征 传到任何地方 而且它里面也不会放别人的脸孔 它只放我一个人的脸孔 所以这个呢 就我们叫做Value Alignment 就是说 它是以你的最佳利益 为利益而行动 而不是为广告商 或什么谁的利益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 它要给得出交代 就是你要告诉它说 那我现在这个整形过了 是吗 就是换了一张脸 或者是说 我要建立不同的指纹等等 它随时都要给得出交代 说那删除就真的是删除了 或者是说 你更新 要及时的去更新等等 那如果它既是 以你的最佳利益为利益而行动 而且也能够不断的 给得出交代 那这样子的话 就比较可以是能够正德吧 就是你就比较会信任 那其实我们在大部分的信托关系 好比像说 跟我们的医师啊 护理师啊 会计师啊 律师啊 也都是如此嘛 那他们的工作里面 也会碰到很多隐私跟个人资料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愿意 跟这个医疗人员一起工作 当然就是知道说 它是第一个为我们好 那第二个 你随时都可以要求他给出交代 那这两个 如果给得出来的话 慢慢你就会愿意 跟他有一个伙伴关系 但是如果他发现给不出来 或者说背着你就把它卖给什么广告商 那当然就比较不适合用这样的方式 让他搜集你的资料 所以还是要问说 他搜集这个资料 是把你当成产品在卖呢 还是说这个是卖给你的一个产品 我们是很害怕被当成产品卖 或拿来当做吸引广告商的一种 所谓的数据基础 确实啊 对不过很谢谢你今天解答了我的疑问 我希望我的疑问在大部分的里面 还算在中阶 并不是太平坚的 但是呢 也因此 我倒是很好奇 你会怎么样告诉一般人 在数位时代 因为我们可能是有期待 又怕受伤害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用 什么样的心态 或什么样的知识 来拥抱科技 对 其实Steve Jobs 有讲过一句很好的话 他说 computer is like a bicycle of the mind 就是电脑 就是心灵的脚踏车 那大概记得这样子的讲法 就不会错 脚踏车是以你的最佳利益行动 当然 因为你把它转向哪里 它就往哪里开 它并不是好像 就是你坐上去之后 你就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你还是要决定方向 而且一开始踩那一下踏板 也是你要踩嘛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就是保持住你的能动性 而且它的这个价值 也是由你设定的 那如果有一些 就是是让你上瘾 那让你觉得 我一直滑 但是也不知道会滑到什么 等等的情况 那很可能 那个脚踏车的龙头 已经不在你手上了 那可能那个主动 也已经因为上瘾的关系 变成被动了 那就可以去看说 到底是为什么 是你通知忘记关吗 比如说我通知 随时都是关的 我随时都是在误扰模式 真的吗 对 我自己主动 想要去看什么时候 才去看 我绝对不会变成是说 好像就是盲目的 在那边滑手机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像我刚才用手机的时候 你也看到是隔着一支笔在使用 所以我也不会有个错觉 它变成我的身体的一部分 那这个情况下 就比较不会说 好像手机被拿走了 有一种好像 换之不见了的那种 痛苦的那种感觉 那也不会因此 就变成说 上面不管跑什么城市 我都觉得说 好像是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不会这样 所以大概就是两个具体的建议 一个就是说 在决定要用数位工具 做什么的时候 是以你自己的最佳利益出发 不是以对方的最佳利益出发 那第二个是说 当你发现说 这个工具对你来讲 好像有点反客为主 好像是你一天没有看到 会觉得自己的手 这个会发抖 会有阶段症状的时候 那可能就要想一想说 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可以保持一点距离 那对我来讲 隔着键盘隔着笔 这个距离是非常好的 当然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名人书房 是个阅读节目嘛 所以呢 还是得把话题 我们用数位绕回到书籍当中 在你的 唐鳳你是用什么来阅读你的电子书 你的工具 就刚刚讲的 你的电子阅读器 就是你的平板 上面有多少书 蛮多的 而且我大概都是想到什么 我就直接去找 所以可以说是整个 archive 整个Gutenberg Project 整个Wikibooks 全部都可以放在里头 都可以算是长书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最后想要请您用一两句 简单的话来形容 阅读之于你是什么 你会怎么讲 好啊 我觉得阅读来讲 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说我透过一些文字 那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环境 这个新的时空环境里面 我也不再是我 我好像进入那个作者的世界 然后用他的方式 用他看到的事情 用他听到的 感受到的事情 过一段 跟我本来的人生 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生 大概这样 谢谢你 好精彩哦 但是我还要很贪心的 想在后面追加一下 因为既然会讲这么多国语言 唐鳳到底会讲几国语言 大概拍博吧 3.14 是不是 我们现在随意的选三种语言 请大家收看唐鳳的名人书房 你会怎么讲呢 好 OK 好啊 那就 也要有台语哦 好吧 还是你要讲一段台语 我英语学舍一下 英语学舍啥 请大家收看 唐鳳应该怎么讲 你的名字 当中的名人书房 当中的名人书房 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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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房吧 书房 好 你来进行翻语吧 OK 名人书房 OK 我觉得没有要一定要翻译啊 这个怎么翻都有点怪怪的 OK Celebrity study 可是那好像是名人研究学 我刚才有想到 不要相信这些英文不好的人讲建议 书房 书房 书房是讲歌 真的书位说是Celebrity study Celebrity study 有一个Apostrophe吧 Celebrity study 是名人的书房 还是把名人当书房的书房 It's ok up to you OK OK 好啊 So welcome to Audrey Tang's Celebrity study 耶 那如果来个德文呢 好 那德文要叫什么 好 很失败 OK 那这个可能要查一下 我还是用汉语讲一下好了 第三个就 我是唐凤 欢迎大家来看唐凤的名人书房 谢谢 真的谢谢唐凤 今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谢谢 听你讲话我必须要非常的专注 否则的话我可能一下子飘移过来 你已经讲到下一句去了 所以我要一定要keep住你的 你也是一样 你今天语速也是大概快三百个字 每分钟 对对对 我必须要跟上你 谢谢